武汉看到了刘秀的这个玲珑透屁白玉镯 知道这是一件奇珍异宝 绝不是平常之物 至于是不是国宝 甚而是不是刘秀就因为盗取了此物 而被军事徐氏英追击为盗宝之贼 他就说不清楚了 武汉吩咐军事 把刘秀斗安两个人压在监防看管之后 第二天早饭完了 他拿着这个镯子 镜子奔后宅而来 干什么呀 他要给他母亲看看 走到他母亲的经堂之外的时候 他停住了脚步 听见里边传出来节奏鲜明的牧鱼声 邦邦邦邦 伴随着这有节奏的牧鱼声 是听不出字句来的诵经的声音 这是干什么呢 吴汉的母亲正在念经呢 吴夫人 自从自己的丈夫吴承恩 在金殿上骂亡亡 赤群臣 最后撞住身亡之后 他就把这乙情仇恨埋在心底 满腹的忧怨倾诉于梦魂 心中的一线希望 是盼着吴汉儿 苏苏长大 快快成才 现在吴汉长大了 成才了 做了同官大元帅了 但是吴夫人 并没有丝毫的高兴 因为他盼儿长大成才的目的 不是做王莽的官 而是要推翻王莽 匡扶汉事 然而事事却是如此的交离 人生偏偏这样的艰测 竟弄成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 这些年来 由于王莽正不续民 民怨鼎沸 四海之内到处有一兵兴起 这里头 有打着刘氏宗亲的旗号的 有说按照上天之命的 也有贫苦黎民揭竿而起的 但是目的都是一个 要推翻王莽 吴氏曾经想过 要把吴承门 撞住身亡的真情实况 和吴汉语说 吴汉就会马上竖起反心 倒戈杀王 尤其吴汉是一个大孝子 对于母亲是从不甘违背的 什么命令都得听 但是吴夫人没这么做 因为这个老太太是个受过告命之风 有头脑 有见地 有知识 有涵养的老太太 她深知 没有十分成熟的时机 不能向儿子说明真情 在她的眼里看来 现在天下这么多的起义之君 什么赤梅铜马 新式陆林 什么狼牙海盗旅夫人 都不见得能成大事 她不能让自己的儿子 投靠到一个 未卜前途胜败的队伍里边去 再加上往往把自己的小女儿给了吴汉之后 老太太这就更加小心了 她呀 把这位公主当作吴家的奸细看待 但是又不敢得罪 所以儿媳妇多赞给吴母见礼的时候 吴夫人总是面尘似水 就是在平常日子里头 也很少见到吴夫人的笑容 的确 这位老太太 这思想问题太多了 心事也太重了 赖以寄托她的精神的地方 就是这个金堂 这是老太太让吴汉给她修的 里边挂着一副道家创始人 太上老君的神像 她每日三朝拜 沉昏一炷香 并且经常在这儿敲着母语儿念太上皇厅内景经 太上皇厅外景经 简称叫做皇厅经 这皇厅经是道家的经卷 后世近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经换俄的故事 就是写的皇厅经 皇厅经的内容 是讲述道家养生修炼的道理 这老太太总是念着经心里边合计着怎么杀王莽 祈祷太上老君能指一条名路 所以这个经啊恐怕怎么念也难成神仙 吴汉听母亲念经的时候 他没敢进来 站在外边等着 听到吴夫人念完了一卷 停下来休息了 吴汉这才走进了经堂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镯子拿来给他母亲看呢 一是他知道母亲是曾受过告封见过大世面的人 想请他来鉴别一下这件东西的价值 二是吴汉有这么一个习惯 凡是他认为有趣味的事情 都要像讲故事一样向他母亲说一遍 以此呢来取得母亲的欢心 能使他结一一笑 这也是作为一个孝子的一片心意 今天他走进了经堂 跟母亲见礼之后 他就说了 母亲 而今天有一物 想请母亲看看 不知您能否认识 吴夫人一听 是什么物件呢 拿来我看 吴汉双手把这个镯子就递到了吴夫人的面前 吴夫人接过镯子定睛一瞧 不由得大吃一惊 面容上露出了异样表情 就这一惊啊 吴汉在旁边也瞎愣了 这是个什么镯子 怎么会引起母亲如此惊诧 吴夫人为什么这样惊呢 因为他认的这个镯子 当初孝平皇帝在世的时候 有一年八月十五大宴群臣 郑公娘娘王岳英也亲自出陪 作为告命夫人的吴氏 也参加了这个盛会 几位告命夫人 由娘娘陪同着饮酒赏月 在席间吴夫人就看到了 娘娘的手上戴着这对镯子 当时她还问过娘娘 这是在什么地方买的 娘娘告诉她说呀 说这个是安南国进贡的宝物 名叫玲珑透提龙凤白玉镯 吴夫人当时对这对镯子 还仔细地观赏过一番 尤其是那玉镯里边的一条龙 和那一只凤 天然形成造物精巧 使她赞叹不绝 真称得起是无价之宝 这个镯子虽然吴夫人只见过一次 但是由于那是一个特殊场合 特殊物品 而她又有着特殊兴趣 所以记忆深刻 永不摸灭 今天一看到这个镯子 立即就把它引带到 当年的那个圆月欢艳之夜 王娘娘 那娟牙千美的神态 这镯子在灯光月色下 闪烁的夺目的光辉 都历历在目 怎么这镯子会倒在铜棺呢 而又落在乌汉的手里 怎么只是一只 另一只却没有呢 武汉哪 此物是从何处得来 母亲 是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身上搜索出来的 哦 这个少年 他姓子名神呀 因何到这儿呢 武汉就把秦拿留秀的整个经过 以及徐氏英的寄拿命令诉说了一遍 老太太听完了之后 哦 是这么回事 这镯子 是这孩子自己的吗 她说是她母亲 在她一落生的时候 就给她的 吴夫人你听心想 这个镯子 只有郑公国母王娘娘有了 难道说 她的母亲 是王娘娘 她母亲如果要是王娘娘的话 那她是谁呢 是汉太子吗 不对 据我所知 王娘娘并无有儿子 在冷宫中只生了一个女孩啊 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得要弄个水落石出 吴汉站在旁边看母亲 老半天不言语 她心里边也和气 哎 这怎么了这是 老人家怎么看着这个镯子 俩眼发直啊 母亲 您认识这个镯子吗 吴氏压住自己悸动的心情 故作平静的说 孩儿啊 这镯子 我看到是一块好玉做的 大概也很值钱 为娘很喜欢她 你能否把这个小孩给我找来 我当面和她商量商量 让她把这镯子卖给我呀 母亲 这镯子你要喜欢 把它买了倒没什么 只是一件 而已经给军师徐氏英 发去了公文 抱柄了这件事情 万一他们要来了 认定这个孩子是盗宝之责 那这镯子很可能就是国宝 这样一来 那咱买的这个镯子 恐怕也在手中留不住啊 武汉哪 娘不是糊涂人 如果要是国宝的话 娘就不要了 万一你要抓错了人呢 这个小孩要不是盗宝贼呢 而是安善良民 那咱们跟他就商量商量 买他的还不行吗 武汉说母亲 您说的倒是有理 不过 您要买他的镯子 还何必亲自和他商量呢 而去跟他说说就得了 不 你去和他说 那孩子一定心生惧怕 就是不愿意卖 也得答应卖给你 这岂不是强迫于人吗 娘要和他当面说 愿咱就买 不愿咱就不买 你也不必站在我的旁边 以免吓着人家 听见没有 武汉心想 我娘啊 这是念经念的 一片善心 好吧 顺者微笑 母亲 就依您的命令 儿马上把这个孩子叫来 武汉转身出了京堂 马上吩咐差人 把刘秀提到了老夫人的京堂听问 差人压着刘秀来了 刘秀此时心中忐忑不安 不知这次又要问什么 走进京堂一瞧 这屋子里边 正中悬挂着太上老君像 条岸上有香炉珠台 引火之物 屋子里边香烟鸟鸟 肃木沉静 条岸前边有一个扑草扑团 刘秀心想 这是要让我到这拜神呢 又一转眼 看见旁边坐着一位老夫人 年约五十多岁 并发灰白 面容端庄 坐在椅子上 正在端向着刘秀 刘秀未敢正视 低下头来站在了屋中 旁边的差人说 老夫人 这小孩就是我们抓来的盗宝贼 哎 这是吴老夫人 刘秀急忙见礼 吴夫人让他免礼之后 吩咐给他松拔 然后对差人说了 好吧 你们都给我退出去 有事听我传的坏 是 差人们都出去了 屋中只剩下了吴夫人和刘秀 两个人 吴夫人 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刘秀 看这个孩子 年纪虽小 但长得相貌出众 日觉龙准 大而阔口 五官相貌 非同常人 老夫人一边看刘秀 一边心里边想 这个孩子 长得像谁呢 我怎么看着他 似曾相识 哦 想起来了 他长得 多么像死去的孝平皇帝呀 像 太像了 难道说 他真是孝平皇帝的后裔吗 那可真是苍天有眼 汉事当心啊 老太太此时 心情非常激动 他用欣喜的目光 死叮叮的 瞅着刘秀 看到刘秀 站在那儿 有点局出不安 手足无措 刘秀心想 这老太太 她这是要干什么呀 怎么一劲看着我呀 老夫人看了半天 这才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的 嗯 小人叫安顺 你是哪儿的人呢 南洋人 干什么呢 经商的 这镯子是你的吗 是我的 我母亲给我的 哦 他们说你叫刘秀 你怎么说叫安顺呢 你到底是姓安啊 还是姓刘啊 小人姓安 我并不姓刘 是他们误把我抓来了 求老夫人 在袁帅面前 给美言两句吧 放了小人 以免我父母高堂 在家里悬念 嗯 我看呐 你没跟我说实话 要想让我放你 这倒也不难 只是 你得给我从事讲清 啊 呃 老夫人 那何一件的 小人没说实话呢 就这个镯子的来历 你就没有跟我说实话 这个镯子 我认识 它不是一件平常的东西 它乃是价值连城的一件国宝 名字叫 玲珑透梯龙凤白玉镯 对不对 老太太这一句话说出来 刘秀舅舅的那脑袋 嗡的一下子 站在那 支呆呆冷磕磕 半上无言 心想 完了 这镯子一被认出来 我的命也就随之而断奏 吴夫人说完这句话 故意的观察了一下刘秀的表情 一看那脸呢 刷得一下子白了 鹅脚上 渗出了细微的汗珠 吴夫人心想 这句话打中了她的心底 这老太太有学问 懂得心理着 吴夫人接着又说了 这对镯子 乃是当年安南国进贡来朝 送来的贡品 一共有两支 一支里边有龙 一支里边有凤 你现在只有一支有龙的 那支有凤的在哪呢 刘秀站那一听 她全知道 有凤的在我母亲那 这我可不能说呀 吴夫人接着又说了 这副镯子 孝平皇帝 遇事给正宫国母王娘娘 我看见她带过 怎么会倒在你的手里呢 如果不是你进皇宫偷的 就是王娘娘亲自给你的 如果要是王娘娘亲自给你的 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呢 南洋的买卖人 南洋的买卖人 怎么能认识王娘娘呢 啊 说呀 刘秀站在那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有生以来 他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 在这儿 头上的细微的汉珠 已经聚集成黄豆粒大的汉珠子 顺着脸往下之躺了 吴夫人一看 越发的进一步证实了 他不是安顺 吴夫人接了就说 你跟我说实话吧 啊 说了实话 我可以救你 不说实话 我袖手旁观 你可要想好咯 我儿无憾 已经把这个事情 抱柄到长安城中去了 明后天 京都里边定会来人 这点东西 让人家一看 就能认识 如果你是偷的 盗国宝之罪 全家该斩 互灭九族啊 你那南洋做买卖的爹娘 一个也活不了 如果不是偷的 那又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你是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倒不如和我说出了实话 我还可以救你一条活命 老太太说到这儿 不言语了 他等着刘秀 如何回答 刘秀心想这老太太 说的有道理呀 我既已经被绑了 难得脱身 说与不说 都是一死 不如我说了 或许 这位老夫人 真能怀有侧眼之心 当时我逃脱繁荣 说 想到这儿 柳秀说 老人家 我要说了实话 您真能救我一命吗 那是自然的 老神说话 从不实言 好 那 那我说 老人家 我不姓安 我 姓刘 什么 你姓刘 你是孝平皇帝的儿子吗 老夫人着急的直瞪着眼睛 看着刘秀 刘秀害怕了 心想 他是不是故意的框着我实话来 好去请功呢 刘秀这一停顿 老夫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神态 使他误会了 于是老太太马上重新又恢复平静 你说吧 你就是孝平皇帝的儿子 我也救你 老人家 您算说对了 我 正是平地之子 汉氏狄四 姓刘明秀 自文书 文书这个号 是窦戎后来给他起的 接着 刘秀就把窦城向狄换凤 在豆腐成长十二载的整个过程 都向老太太说 说完之后 老夫人 这是我的真情实话 没有半句谎言 救我不救我 全在您了 老夫人怀着悸动的心情 听完了这位从落生第一天起 就饱长艰辛的幼主殿下的坎坷经历 吴夫人心想 自古之今历代王朝的皇太子 哪一个不是生在紫辰凤池 长在玉塘金马呀 而这个皇太子 却一到人世 就面临着被人杀戮的危险 如今竟遭受累卸之苦 老夫人想到这儿不免 凯然长叹 热泪迎花 而同时的 她又十分惊喜地得知了 汉室宗亲未决 小平皇帝有后 吴夫人于是站起身来 整理衣袖 冲着刘袖说 要助殿下 臣无臣恩之妻 一品告命 夫人见价 说话间 吴氏双膝跪倒 向刘秀 使君臣大礼 刘秀这就是惊魂方定 心里面正在合计老太太 是不是能救她呢 根本也没想到 自己是皇太子那件事 作为帝王之家 超出常人的这种优越感 她现在是半点都没有 忽然见老夫人 跪到她的面前 口称见价 刘秀这才手忙脚乱的 伸手相伸 哎呀 老人家 您 您快快请起 吴夫人站起身来之后 说殿下 你快请来上座 老人家 还是您请上座吧 刘秀这就是没有地位 没有权力 所以她也没有架子 老夫人又搬过一把椅子来 殿下 您请坐 请坐 刘秀坐下了 老夫人把自己的这个椅子 挪到下手 坐下之后 这才说 殿下 你受惊了 万万可没有想到 汉事之中 尚有人接待 真真是大喜大庆啊 刘秀说 老人家 不知 您能不能放我出同关呢 刘秀还关心这件事呢 老夫人说 殿下 这是说的哪里话呀 臣就是喝出性命 也要想办法使幼主脱陷于同关呢 早日到达南阳 他您用主 若是兴师发芒 我儿无憾 当在同关 迎接圣驾 刘秀一听 哦 那好 老人家 如此说来 我多谢您了 君臣两人 咱开始谈论起来了 谈论了一番话之后 刘秀告诉吴夫人 还有一个随行仆人 窦安也在压 吴夫人就说 殿下 我看 这样吧 明天啊 我 借着 给我的王夫 上坟的机会 把你们两个人 带出通关 你们一旦出关呢 就要急速逃走 别再落在他人之手 刘秀说 那这么说 我就多谢老人家了 殿下 你不要这样称呼我 我是你的臣子啊 哎呀老人家 您何处此言呢 您等都是辅佐先赋的前朝老臣 功高日月 应当尊称您为老人家 吴夫人心想 冲殿下如此千功待人 必能理贤下事 何愁天下英雄不归附于他 此是汉室的吉祥之兆也 按照吴夫人的意思 想把刘秀今天就安排在后宅居住 刘秀说什么也不答应 主要是担心 一旦要传扬出去 为吴汉所知 与他们明日的行动是大为不利 吴夫人呢 只好又命差人把刘秀押回原处 着色 他展带保存 但是告诉差人了 不必再绑他了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跑不了 老夫人说话了 谁敢不听啊 都知道同官帅是大孝子 违抗了老夫人之命 比违抗了元帅的命令还厉害呢 给刘秀不加绑绳压回去 第二天一清早 老夫人在京堂里边烧完了遗嘱箱之后 马上吩咐使唤丫头 到前边把吴汉叫来 吴汉一见母亲就说了 母亲 患而来不知有何吩咐 吴汉哪 今儿个是什么日子知道吗 啊 今天 今天是五月十八呀 五月十八是什么日子 是 而不知 哼 不孝的冤家 五月十八 是你死去的父亲的诞辰之日 你爹的坟还在同关东门外青松园上埋着呢 我把他由长安起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祭典方便 将来我死了也便与你办丧事 今天我要到城外去给你爹爹祭典祭典 吴汉一听 哦 母亲 您给爹爹祭典 而陪你一同前往 老太太心想你一去那就麻烦了 那刘秀我怎么待 不 你国事繁忙就不用去了 老太太说的这是真心话 可是吴汉心里边想 我娘这话里边有味儿啊 这是嫌我没想的今天是我爹的诞辰之日啊 应该给我爹去祭典忙魂啊 他越说我忙我越得去 母亲 而就是公事再忙也不能忘记祭祀家父的亡灵啊 而马上被撤 与您同行让公主也一同前往 老太太一听这更坏了 连公主都带着 那更救不了刘秀了 吴汉 我不让你去 你就不去 公主是玉叶金枝 更不应该让他去 娘自己前去 吴汉一听母亲这是生气的 赶忙双膝跪倒 母亲 你不让儿去祭扫爹爹的陵墓 分明是母亲怪罪了孩儿 您打也打得 骂也骂得 您不让我去 就是怒气未消 而情愿跪受则打 一定要随您前去 老太太心想这还倒落不掉了 他们娘俩正在这说着去不去呢 呼见外边一个暴室的君族 急急忙忙闯到京堂之里 爆 元帅 三七王苏县军事徐世英 已到同关 老太太一听 嘿 越怕谁来谁就来了 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这回是火上浇油 雪上加霜 碧槿 准备 感谢